DoGoro电动车比较油车养车成本高吗? 从机车保险强制则刃险以外的车体险 第三人则刃险伤害 财损超额险弹起 台湾补助电动机车行之有年 由于我那台高龄机车常出问题 所以趁补助换了GoGoro Viva 有了电动机车后常用手机搜寻 手机就出现相关新闻 其中有则报道说 交通部调查电动机车养车比普通重机多少余千元 我查到交通部的111年 机车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在18页以下有专门讨论电动机车 就简单介绍一下 先说明 这里的电动机车指的是有牌照的 那些自行改装或没有牌照的二轮电动车 都不在讨论范围内 报告谈到电动机车使用者平均年龄为43.7岁 较燃油机车使用者年轻2.9岁 其实差距没有很大 里面最特别的是 除了于四城机车 皆在北部地区使用 而电动机车 在北部地区使用比率 较燃油机车高出6个百分点外 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女性骑电动车的比例达到61% 这让我蛮意外的 该调查报告又提到 电动机车全年所需花费为9897元 与燃油机车比较 高于轻型 5270亿元 及普通重型 8590亿元 低于大型重型机车 1万8553元 其中电动机车之油耗 充电或租用电池费 7592元 占其总费用 近八成比率 高于所有燃油机车 另保养维修费 及停车费 分别为 1814元 及490亿元 核占全年费用只23.3% 其次 谈谈我对机车保险的看法 机车强制责任险 是每个人都要保的 所以略过不谈 我在浏览Dogoro App时 发现了一个加值服务 然后就看到这个南山的保险 这是强制责任险以外的险种 包含乘客险 车体碰撞 与第三人责任险 更会根据里程计费增减 另外的追加费用 于是我就投保了 目前我支付的保费是 大概2000元 保障内容是所有方案全选 相关保障 我觉得还不错 包括第三人伤害责任 每人200万 每事故总额400万 财损50万 乘客商体责任100万 还有一些人身伤害 包括乘客与第三人的保险 比较特别的是 乘客与驾驶 可以因为事故产生的转成费用 拿到补偿 例如原本要载人 因为车故障了 做计程车 就可以拿到补偿 另外一个是车体险 自己的车坏了 可以有3万元的保险 并且许可免追偿 还有所谓的超跑条款的超额保险 例如 如果撞到一台超跑 而有添加赔偿请求 这个保险 最多可以支付500万元保障 我保险了之后 又去试算网络的其他产险费用 看要花多少钱 查了之后发现 如果车龄超过3年 或价值低于5万 或是绿排车 都无法保车体险 这应该是GoGoro 与南山合作的 这个保险的优势 因为我听说 GoGoro的维修非常昂贵 另外一个是 我也没发现 其他机车险有转成险 当然 也有可能是我没注意到 如果这是GoGoro GoGoro与南山的独家 那当然也很不错 还有一个差异在于 如果GoGoro车体险 在车龄超过3年之后 还可以续保 那我也会继续保 因为就算修的是旧车 付的钱也跟新车一样 现在来谈谈GoGoro电动车 比燃油车养车成本高吗 GoGoro电动车 首月租费 同样里程 无一比燃油车还贵 而且还会造成 驾驶心理上的里程焦虑 或换电时拿不到满格电池的问题 这两点在我日前换电池的时候 同时发生 这是我既然油车时 从未有的感受 不过 我也拿我那台报废的老车 去试算了一下 在无法保车体险的情况下 虽然包括第三元伤害责任 每事故总额 财损 超额险的保额都有差异 但保费要差不多5000元 若以我买的这台GoGoro Viva最终一年保费 可能约3000元的情况下 电动车还算是便宜了一些 当然 绿排车跟我那台125cc等级的老车 不能比 可能因此保费也有差异 但我那台老车的维修费用 跟新车也不能比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认为绿排电动车的持有成本 与普通重机相比 有车体险是一个好处 也可以分担风险 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 持有就车的成本 其实高于持有电动车 特别是远高于绿排电动车 如果没有经常激烈驾驶的需求 男性也可以考虑绿排车 最后是简单的补充 我个人骑机车 主要是简单的代步 如果没出问题 我也不想换掉我那台老掉牙的机车 但那台老车出问题的频率 越来越密集 每年验车 也要换东换西 要不然根本验不过 每年验车时期 故障时期 我就对这台老车 觉得很麻烦 由于我过去也骑过 二行程的几十年老机车 还因为被拍照检举 又去验车 所以我一直对燃油车 或该说老车的反感 日益加深 想换新车的原油 主要是这台车快不行了 每年大约要花一万修车 今年八月 光阳以四万以下价格大甩卖 但我想买的是叠煞版 东加西加 大概也要快六万 据说交车时间 又排到明年去了 所以我也就没有下手 但是 计划感不上变化 我那台老车 经常无预警罢工 所以就买电动车了 因为补助算一算 比买燃油车还便宜 我买的这台GoGoro Viva是绿排 属于以前50cc以下轻型的等级 买之前我对GoGoro Viva有相当疑虑 怀疑它加速慢 爬坡不行 骑了之后发现 确实骑急速不够快 有时遇到要超车 就力不从心 不过 还有加速钮 可以提供30秒的加速 大概可以从时速54千米 飙到60几公里 对于在市区为主 骑乘的我来说 已经勉强够用了 如果不能适应 该改的也是我的心态 目前来说 我对这台车没有什么不满 由于我买的是无钥匙版 我都拿手机开启机车 以前车钥匙插在车上 或忘了带手机的坏习惯 也没再发生了 现在唯一问题是 会有电量焦虑 听说这电池如果低于两格 会突然没电 那还真是危险又麻烦 希望GoGoro方面赶快态换电池 消费者花钱支持你们换电的设计 当然 也要获得相对稳定的服务 Black Jacqueline 23年 12月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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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